接下来我们要做道德作业本 然后呢我们把它翻开第四页 第四页的如果打开了 我们先一起读它的题目 问候老师和朋友 问候老师和朋友 来,那他要做什么呢 他说谁有问候老师和朋友的 画对在空圈里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一的 我们先看第一的好吗 第一的,第一的有谁 有小妹妹还有老师 那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小妹妹到学校的时候呢 他看到老师了 然后呢他笑着跟老师说 老师早上好,老师你好 那老师也回答说 小朋友早上好 那这个小朋友是棒 还是不棒呢 很棒是不是 那我们要在这里 画对 那记得小朋友我们的蜡笔要拿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画 打勾画对 这个小妹妹 这个小妹妹呢 很棒 不可以对老师这样子 不可以对老师这样子的好吗 那如果我们见到老师呢 我们要说 老师早上好 眼睛要看老师 好吗 那这个男孩呢 这个朋友呢 我们把他打勾 还是打岔呢 打岔 对了 这个男孩 因为这个男孩 小朋友呢 他不棒 他见到他的老师 他没有跟他的老师说 你好 早上好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的 咦 有谁 啊 有两位小朋友是吧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问候是吧 哈喽你好 然后这位小朋友也是跟他说 哈喽你好 那他们两个 都很棒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打勾 是不是 来 那记得 如果我们呢 见到老师 见到朋友 或者在家呢 见到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我们都要说 阿姨好 叔叔好 呀 这样子才有棒好吗 那今天我们的练习 就先做到这里 那记得在家要多复习好吗 小朋友再见了